你如果有機會像 我們去過內蒙去觀光 你發現他們那邊幾乎都這樣 可是他們要煮過 要煮過 所以他喝那個什麼奶 酥酒茶或者是奶茶 那是要煮過的 我去西安的時候 有看過趕一群羊的 到人家家裡 讓人家就在那邊擠的 擠的時候我就過去問他 說你們真的這樣吃嗎 他們說他確實有煮 還是要煮過 還是要煮過 所以鮮乳還是營養價值 跟安全性是最好的 因為鮮乳有一個狀況 因為一般牛奶 那個奶產量最大是在冬天 其實冬天產量會比夏天多 反而是夏天因為牛 其實熱它吃不下什麼東西 其實產量會變比較少 但是需求又多 對 夏天是我們人喝得多 但是產得少 所以才會有這種類似 把冬天多餘的可能加工之後 放著夏天再來營養價 所以濃縮果汁也是這樣子的意思嗎 他們這邊也是有一定的國家標準 就是濃縮還原汁 只能有物理性的變化 我把它的水分抽掉 到時候補充回來類似怎樣 就是說有一定的規定 對 好可怕 但是濃縮果汁喝起來就怪怪的 對啊 其實像我 怪怪的 因為它有時候在抽水分 那抽水分的那一個技術 各家如果用的不一樣 不一樣 條件用的不一樣的時候 裡面的營養成分也會受到破壞 是 像我的話 我其實都不讓小孩喝那個耶 因為我覺得濃縮果汁裡面 大部分都是糖分比較多 然後它的那個果 就是號稱什麼有果粒的什麼的 可是很多都是添加很多糖什麼的 然後再來前一陣子 不是說話輕鬧得很兇 所以後來我們家小輝 我們家小朋友本來就不太愛 喝甜的飲料 所以我們家如果真的喝果汁 都自己壓比較多 是 因為安逸其實他們家的生活態度 也都是很自然的 因為他母乳奶喝到不知道幾歲 對 喝到三歲 喝到三歲 我們家兩個小朋友其實就是因為 其實配方奶粉問題很多 然後再來是 就是母乳是最天然的 所以我兩個小孩喝超過六年了 真的 那妳可以當那個鼓勵母乳代表的 是啊 我是創辦人 他就發酵辦人 就是市面上很多的 不管是吃的或喝的 我們真的要去考量 它到底 Pure的成分有多少 如果說在標示上面說 它是百分之百的天然果汁的話 可以相信嗎 通常來說 百分之一百的果汁的時候 你沒有看到它是 原來生產的方式是怎麼樣的 或者是裝瓶的時候是怎麼樣的 你很難講說它是百分之一百的 像我們常常看到 它在廣告上講百分之百果汁 可是你看那個真正的 它後面的那個說明的時候 它其實是濃縮果汁 是 對不對 有時候濃縮果汁 你再把它加水了之後 還要考慮它加的是什麼水 那個果汁它的甜度跟酸度不對的時候 它還要再去做調配 甚至有的不好的廠商 它調的甜度 它是用人工的甘味劑去調的 所以你喝了之後到最後 你嘴巴會發現 我還會覺得嘴巴是苦苦的 還不是甜的那種味道的 你喝的是甜的 都是會變苦的 對 它是人工甘味再去調的 因為我們如果要賣天然果汁 可是每一批的橘子 每一批的柳丁 它的酸度 甜度不一定一樣 它的風味不會完全一樣 即便我很認真的 跟我的果農說什麼這種 但因為季節 因為下雨的關係都不會 所以它有時候一定是得微調的 是 好 所以果汁甜的可以調 鹹的可不可以調呢 這個鹹的怎麼調出來的 我們來看一看這個實驗 好 有很多人工添加品 我們桌上兩碗牛肉麵 聞起來都非常地香 讓我們分不出 哪一個是真的 哪一個是假的 好 我們就先咬左邊的 好 我們先咬這一碗 來看看它的味道怎麼樣 其實這兩個應該都是真的 兩個都是真的 只是說可能有一個是 有加一些調味品的去 跟調味牛奶一樣 就是讓它的味道 對 它的味道更濃郁 更濃郁 OK 好 都不喝得出來嗎 一個是調出來的 一個是 所以要考驗大家喝喝看 能不能喝出來 好 來 來 各位來喝 其實肉眼這樣看真的 看不出來 對 都一樣啊 顏色都一樣 來 喝一下看看 不錯吃 紅燒流到麵包 如果再加上麵條應該更不錯 我有感覺了 好 你們怎麼樣 把它喝完 然後再換下一碗 對啊 它這個實在是很難 就是平常牛肉麵的味道 有牛肉香嘛 它就有點油對不對 蔥的味道 所以我們這個製作 當然不知道哪一家名牌 好 那老師咧 老師咧 它是有香味 然後也有油脂的味道 對 也有油脂的味道 然後這個味道會留在舌頭上面 滑滑的 然後還很久 不會以外 散去 不會散去 對 形容得很好 吳教授 來 來 換下一碗看看 喝完左邊 喝完再喝右邊 加一碗 我知道 妳知道 我知道 這碗味道比較重 我們在坊間很多的食品 可能都會有這樣子的問題 例如說 後面這個比較好喝 你用雞湯包有沒有 就是你以為它喝的是什麼 陳年大骨湯熬出來的 對 它可能加的是什麼 粉 所以根本就不是什麼 老母雞去熬個什麼 三天三夜那一種 都有這個問題 好 現在都可以了嗎 後面這個比較好喝 這個甜甜的 好 請問 它是原汁原味牛肉麵的 請問是這一碗的 你認為它是原汁原味的 請舉手 為了舉手 三個 好 三位 我知道答案 我知道答案 好 那肅清跟我 你們覺得是這一碗 它味道比較重 對 我也覺得 然後我覺得鹹度比較鹹 而且又有一點甜甜的這樣子 有點甜甜的 對於一個從來沒有吃過牛肉的人 你認為出什麼是牛肉麵嗎 我們只能以誰好吃來決定 它是真的 好 定 王老師到底是哪一碗是真的 其實 一看人數 少數不容多就知道了 是這一碗沒有錯 是這一碗 對 其實這一碗 如果以口味真的 它比較淡 對 它比較淡 其實它口味是比較清淡一點 但是它可以比較有那個 沒有錯 甜甜甜甜 對 但是這一碗 因為它的味道比較濃 它可以 它會壓過這個味道 如果真的這樣比較吃的話 如果剛才我們先吃這一碗 再吃這一碗 你會覺得這一碗一定會很淡 沒味道 對 我們因為先吃碗 所以吃這一碗會覺得 這碗比較鹹 好 所以有時候口感很容易變 所以它這一碗到底添加了什麼 王老師要跟我們做一個實驗 對 我們可以做個 他要幫我們稍微簡單的調配一下 就可以做出這樣子味道 牛肉麵是不是 對 沒錯 其實一般 現在在做這個 因為你想想看 有時候要熬 就像很多什麼大骨湯 這邊熬個什麼 就是什麼 像日本 熬一天一天很難 這個是肉筋粉 肉筋粉 對 就是你單獨聞這個味道 牛肉麵 其實就是俗稱的一滴香嗎 這個沒那麼厲害 這個很厲害 對 一般我們會再加 當然還有顏色 一定是這樣 你做任何一道料理 這很像泡麵裡面那個 類似 粉的味道對不對 類似 所以一般 第一個就是要味道 第一個就是要顏色 所以這個是類似像焦糖的時候 讓它有一點咖啡 是 有點牛肉麵的顏色就對了 所以有一般油在做的時候 可能要適度的 像這個本身已經有鹹味了 所以一般你在做的時候 這個是 你等一下可以吃吃看這個味道 因為這個分量其實不用太多 這個顏色還不像對不對 當然有的人可能 好一點它可能用醬油 醬油 醬油 因為它有鹹 如果它加醬油怕太鹹 它們會再去稀釋 一般再加一點這個色素 多一點點 再加點色素 就會調出牛肉麵的顏色 真的耶 真的耶 很像喔 你醬油還沒加是不是 對 醬油還沒有加 醬油還沒加 所以這個顏色就會很接近 一般如果是用天然一點 你可能會搭配一點天然的醬油 對不對 很像 讓它顏色再深一點 這樣就很像 好 這顏色就很接近 真的 肉粉的成分是什麼 其實肉粉是不是一般 肉粉的成分通常都是被分解的 醬油太多了 那個蛋白質被分解的氨基酸 但是你要喝喝看 它有時候會加一些味精在裡面 是 藍老師聞一下 我也要聞一下 越來越像 肉粉的味道你要喝喝看 就很像熬過的 好 那我們來喝一下 來吃一點 我們用湯匙來喝 來 這個還再加一點牛油 如果你上面那個油 我湯匙上就有油了 對 你就會感覺會更接近一點 真的 是它有一個 有一點點像你少的酸菜 一點酸菜加進去 你沒有調配過 因為它這個很接近 可是還是有一點點醬油味害中 但是它們外面賣的 它可能就真的就試過 調過 它要找到最精準很像的肉麵 或者是有一些是它可能 為了成本的考量 它可能是用一半一半 它可能是一部分 那個蔥油量就像還原乳一樣 因為它怕量不夠不夠賣 它這樣混在一起成本 會這樣一樣 好 所以教授 那個肉筋粉還可以用來幹嘛 我可以做很多的這事情 譬如說你去火鍋店 也可以調這些東西 調鍋底 對 有鍋底 有一次聞聞拉去 有一家店超豪邁的 來 那個鍋底是一鍋白湯 然後他說 你要哪一種鍋 他說什麼什麼鍋 等一下拿一個粉來 直接加 對 好 這麼豪邁 好賣 很鮮味的 還是要 之前那個牛肉筋粉 我婆婆也買過一袋回來 他就說市場的人跟他講 這個很好用 你煮什麼菜加兩次 就很香這樣 就應該就這個東西了 對 有的 比如說在路邊有在賣粥的 最近有被拍到 那個做煮的粥的時候 要有肉的這個香味的時候 就一小碗… 其實成本也沒什麼 他就加這個東西 肉筋粉吃多會怎麼樣 肉筋粉吃多的時候 實際上對腎臟是一個 相當大的傷害 它是什麼東西 對 相當大的腎臟害 我剛剛講過就是 被分解的蛋白質 所產生的胺基酸 有的會加上 比如像是胃精的成分在裡面 胺基酸 對 有些是加上一些 可溶性的澱粉 就混在一起 然後就變成像這樣的東西 OK 好 所以選東西要特別的小心 而且因為我自己心臟不太好 我喝了我現在怎麼心悸 所以比較明顯的 我等一下要想 比較明顯的症狀是 大部分都會比較口乾舌燥 對 沒錯 我真的開始已經心臟爆爆跳了 好 我們來看到下一個階段 好 這個添加物在市面上 非常的普遍 但是這個添加物 如果脫離了合法的範圍之內 對生理還造成一些傷害的話 危險就很大了 來看這個VCR 沒有 我不會跟你拍 我們自己用心也不安放不安 民眾客訴電話接不完 老牌金金蘆筍之 同樣躲不過塑化劑的衝擊 檢調追查 賓和公司的出貨紀錄 發現08年以前 金金蘆筍之 採購了將近10公噸的 DIMP黑心奇遇劑 換算一下 將近有四億多萬的毒損之 被民眾喝下肚 雖然目前的蘆筍之 沒有驗出塑化劑成分 但消費者根本不敢買 業績至少就掉了一半以上 秀出檢驗報告 經理更是大方適合 保證產品沒問題 強調95年由員工接管後 就沒有再使用黑心的塑化劑 大賣場避免民眾產生疑慮 乾脆不賣直接下架處理 金金蘆筍之 是我們小時候 對啊 伴著我們成長 是 結果裡面是 起雲劑是可以用的嗎 不是 它等於也 當年也是受到那一波 塑化起雲劑的波及嘛 只是他們用到是另外一系列 就是DIMP系列的 那當時其實我覺得 這個員工也很可憐啦 因為他們其實是後來 現在你看到的金金 其實他們員工 自己接手下來做的 就是說已經不是老闆他們做了 他們自己把工廠接下來 可是問題是 以前的老闆曾經用過 所以大家 當時驗出來早年也是有 所以他們就變成說 當時大家信心全失 整個銷售量就下滑很多 好 那講到塑化劑 宣騰一時啦 那到底是什麼東西 我們最近在很多相關的 飲用水裡面都發現這個東西 飲用水 對 那塑化劑從哪來 就不知道啊 說不定是從管線之類來啊 我們還檢查過市面上的咖啡 後來我們去追 為什麼咖啡裡面也會有 在這個塑膠管線上面 那這個塑膠管線呢 受到這個熱的咖啡豆呢 裡面的塑化劑就整個帶